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媒体同仁 来后 我们都知道 沙文主义 指的是极端的 不合理的 过分的盲目热爱 自己的所处的民族 或者是团体 并且对其他团体 民族怀有那种仇恨 恶意 也就是看不起其他民族和团体 这是一种充满着偏见 傲慢 以及自大的 情绪性的专断主义 单单就与原住民 同胞 在整个台湾地区的总人口的 2%来看 区区 不到53万的 原住民同胞 何德何能 可以产出所谓的 沙文主义呢 就在国会殿堂里 对准着原住民的委员 说出这句 原住民族沙文主义的 不是别人 正就是 买酒政府的 政务官 也就是行政院的 政务委员 罗颖雪女士 罗政务委员 一面说 原住民族的沙文主义 一面有身负者 掌握着原住民族 政策 以及事务的协调 决定权 面对这样一个 无知又狂妄的官员 要如何能让我们 全国的原住民同胞 对自己的未来 存有一丝一好的期待呢 就以重大攸关 原住民族权益 以及未来发展的 原住民族政治法 以及原住民族的 土地及海域法 来看 原住民同胞 足足等了四年 直到今天 始终 走不出行政院的大门 就其原因 前因不管 就谈静因 不是被 罗尔元 退回重新修正 那就是 被罗尔元 搁置着不予处理 罗尔元 您居然 对原住民失误 是如此的偏见 如此的傲慢 如此的无知 您 居然对 人权的ABC 里的公平正义原则 伸藏着 沙文主义的观点 因此 我们要在这里 郑重的 强烈的呼应 就在 马总统 内阁总职的同时 请他一并 下台吧 或者离开 主导原住民族政策 以及事务的 政务的工作吧 请你回到 属于你自己的 沙文主义的时空里 谢谢